今天这位女嘉宾画的是 面向大海看日出 太阳代表一个人的心里的温暖 她想把爱和温暖给身边的人 更重要的把自己的才艺热情 都能奉献到她的理想当中 但是提醒她加强人际关系 让自己的生活呢 丰富多彩起来 听听你今天的心愿好不好 好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再次回到福利园 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好 谢谢 怎么又想回去了 在福利园受到了很多 福利园的叔叔阿姨的关心和爱护 然后呢也受到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的帮助 以及我的粉丝们对我的喜欢 所以我想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帮助更多的人 然后去做一些公益事业 所以你的这个心愿是希望 能够有渠道 或者是有这样的方法 号召更多的人跟你一起去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孩子 是 那我们来听听她们的说好吧 我看到了一个善良阳光 积极 大爱 而且这么美丽的女孩子 所以我们全盟也是非常有大爱的品牌 那随着你的这份心愿 我也想助力2000块的一个爱心基金 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一起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谢谢 其实如果任何一个人 在你的这种经历之后 我想 我想不到的其他的人 能够保存像你这种优雅 这种美丽 这种风度 所以呢 就是我们《行红奔跑》 是一家做体育教育的公司 我们也特别愿意 送给你整套的体育教学的 这些器材 教具 然后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些小朋友 祝你幸福 谢谢 上场了之后 我好像感觉吸你下巴的感觉 阳光 黑朗 而且还有你很有大爱 真正地感染着我 我是浙江永康 维之娜 卡卡贝时尚甲霸 创始人 我愿意 祝两千元的梦想资金 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谢谢 天天开心 谢谢 门后面还有一份惊喜 我们看一看到底是什么 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成都红奈娇文化纯美 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曲阳 我们下 XML � unserer Quinewisse 的朋友 是从镜家里喽 可爱茴 现在就黑了 帮助戣指寧 接着 梦 小 identify 然后 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